先說明,今集並不是一人婚禮的影評 而是我看完這套一人婚禮之後 我對我個人比較信仰的一些反思 所以這條片真的是講耶穌的 如果講到這裏,你仍然想繼續看下去 那就繼續享受吧 大家好,歡迎回到耶老闆 一個跟大家講耶穌 講老人家和消閒娛樂的頻道 我是Raymond 其實這套一人婚禮我看了超過一個星期 本身是很想做一條影評的 因為雖然說不是影評 但是我都可以講一點感受 就是我很喜歡這套戲 我是很享受,我是推介的 但是呢,因為這個星期 我就受到這個級19歲的我的爭論 幾影響到我的情緒 再加上就人需走路打到退 這個星期就有一點點感冒 但是放心,我不是中了一招 COVID我中了兩次,這次不是真的感冒 就是吃那些感冒藥,傷風藥 整天個人都很眼睡很累 真的沒什麼動力去做那個影評 但是都有一些信仰上的反思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知道網上有一些討論 我覺得這套一人婚禮 是一套,視它為一套福音電影 那我自己覺得是不是呢? 其實不止網上討論 我身邊也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 就跟我說,哎呀,裡面很多 好像福音電影那樣說耶穌啊 那我自己覺得是不是呢? 我就絕對覺得不是 那首先呢,如果你跟我說福音電影 就是銷售福音,好像銷售保險那樣 那銷售保險就一定是跟你說一份保單 是有什麼保障,有什麼好,有什麼優惠 你買了就行,那才叫做銷售保險 那這一套一人婚禮裡面呢 其實很明顯有一個信耶穌的角色 就是唐浩賢 接下來我一會兒會說一句話 那裡面真的挺煩的 裡面真的你看到這個角色 你會覺得基督教是不討好的 你會覺得身邊有這樣的基督徒 就是朋友你就煩了 那不會因為這個角色 而令到你對基督教信仰有好的印象 那既然是這樣,這套怎麼可能 銷售到福音,銷售不到福音 那又怎麼可能是基督教的電影呢 那是不是是不是有提過耶穌 有提過基督教就叫做福音電影呢 我就覺得不是的 所以如果你是那些 就是對基督教信仰潔癖的朋友 聽到耶穌兩字 只是聽到耶穌兩字而已 不理內容的,你就立刻關門落閘的話 我個人認為就不要因為這兩字而落閘 放棄了這套電影 真的去看一下 但我真的不覺得它是一套福音電影 接下來真的講一下唐浩然做這個野獄的角色 我自己都挺欣賞唐浩然這次的演出 首先一個被譽為寧死角男神 都願意做一些不討好的角色 當然是值得加分值得欣賞 而且我也覺得他做得都自然舒服的體內 即是角色內容不討好 但他的演繹我覺得是討好的 其實他做了什麼這麼惹呢 其實很容易說的 即是不難表達的 就是什麼都說神想我怎樣 神告訴我我要怎樣做 上帝跟我說我要跟你在一起 上帝說我們兩個很適合 這樣 這些人怎麼能溝到女兒 你不要說溝女 你就是日常的相處 你想想 什麼都是神要我做什麼 什麼神都想我怎樣 神要怎樣怎樣 我不知道在天上 神是否特別愛你 或者你把神放在嘴邊 放在桌上 我可能你覺得對神來講 你很討好 或者我自己沒有這個修為 每次都聽到神跟我講話 甚至乎我沒什麼感覺 我聽到他都不斷跟我講話 可能你特別有位 跟你聽到 但是在地上 你待人接密和人相處 這是什麼好的方式呢 我絕對覺得如果我身邊有一個這樣的人 是會很煩的 以我身邊的確是有這種人的 不要每次都講耶穌先 你想一下 你幻想一下 你現在正在讀書 你回到校園 大家都是同學平起平坐 每次都有一個人在旁邊跟你說 老師想我去怎樣 學校想我去怎樣 老師教你什麼 老師說什麼 你會覺得怎樣 很煩 你會不想跟他玩 上班 老闆想我去怎樣 老闆說過什麼 公司說過什麼 不要做什麼 你會怎樣 你會怎樣 我身處都不想跟這傢伙吃飯 是不是 你平時朋友 代人接密去相處 有一個人 我媽媽說要我怎樣 我媽媽想我怎樣 我媽媽說怎樣 好你媽媽要怎樣 你會怎樣 你會覺得他是裙腳仔 其實是一樣的 如果你每次都 神又說我什麼 神又怎樣 神又想我做怎樣 是怎樣的人 其實身邊的人 很難頂你的 那你說有沒有好像 這套戲裡面 那麼惹惹 其實再惹惹一些 我都見過 那我又不是親眼見到的 再複述 因為真的有一個姊妹 試過跟我說話 有傢伙走過來 跟她說 上帝跟她說 我們應該要在一起 我不是完全聽到男和女說 但女的這樣跟我說 我真的覺得是很瘋狂的 那 如果你是這樣的 我不叫她做耶L 如果你是這樣 你覺得 上帝每次都跟別人說 上帝叫我媽媽 上帝叫我媽媽 我不否定 可能你真的跟上帝有這麼好的溝通 或者我不否定 這些事情真的是上帝叫你做 但是是不是需要每次都這樣去表現出來呢 我自己很有保留 我無論我代表我自己 不代表身邊的人 我都可以跟你說 這樣一個演繹是非常之煩 絕對會令人對基督教的信仰是反感的 如果你是這樣 就想想去調整它 好嗎 接下來要說多一點劇情 其實這套一人婚禮是說 男女主角 立志要成為一對爆紅的Youtuber 但是他們的節目 一直都不是特別受歡迎 就像我一樣 我甚至乎不稱之為不特別受歡迎 是其實沒什麼人看 他們就想了很多事情 首先就 又扮求婚 扮假結婚 扮分手 通通都沒有太多人看 後來他們想了一條屎限的辦法 就說怎樣要愛自己忠於自己 所以要舉辦一個一人婚 就是女主角自己嫁給自己 誰知道這條計劇真的爆紅 有很多關注很多人看 甚至乎 有很多人覺得被受影響受到鼓舞 很正面 有些人甚至乎就是追求女主角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 雖然女主角身邊有不少人跟她說 你真的很好 你好影響到我 我因為被你的行動 這個一人婚禮很鼓勵到 我很正面 但是女主角一直反思 但是這件事是假的 假扮的 又好像令到很多人失望 那種拉鋸 其實就是這套戲 後段一個我自己覺得很黑心想表達的東西 內心的掙扎導致女主角成長 就是這套戲後段很黑心的東西 而也是令到我有不少反思的地方 其實很多的基督徒朋友 都會給人一種感覺 就是這個人很假 或者我自己都經歷過 喂 威敏很假 為什麼會這麼假呢 其實所謂的假就是 你做的事情 跟你的人有些出入 有些不同 就為之叫假 是不是 那麼 我想基督徒的確 是會有一個挺假的階段 而每個人經歷這個階段的長短 其實都不同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信了耶穌 我們本身個個都是一個罪人 我們希望越來越好 但是這一刻我們未好 但是我們知道聖經 或者信仰對我們的要求是怎樣 所以我盡量努力去符合 聖經對我們的要求 信仰對我們的要求 但是那個人未變好 所以我們做了一些比較好的行為 比較我不敢說是好好 可能做一些好事 但是我們內心不是一個好人 譬如有一個人 本身我跟他沒有一兩句 甚至乎有一些牙齒印的 但是因為信仰教導我們要愛什麼人 我們要愛輪射 我對他客氣了 或者我真的明顯的 有些東西可能是送給他 或者幫他 為他做一些事情 但是因為我們個人本身 對他的負面觀感還沒有彈 但是我又做這個行為 可能我一路做 我一路幫他 或者一路去配合他的時候 我一路就黑黑面 那就給人感覺很假 對不對 或者我有一些善事 本來我個人是不會做的 但是因為信仰的緣故 我嘗試去做 但是我做得又未至於很甘心樂意 所以一路做 一路就好像奶奶走 一路做就好像不拖不水 吊吊吊 又給人感覺這個人 對人好就對人好 對人不好就對人不好 什麼意思呢 會給人一種很假的感覺 其實我會覺得是正常的 因為我們追求生命的成長 追求我們的人變好 追求我們越來越像主耶穌 其實是一個過程 甚至乎如果我講到最後 想追求越來越像主耶穌 是一個很高的指標 就是我哪有可能 可以跟耶穌一樣 我有少少像他我都能撿到 但是我個人應該本來 很不像他 特別是我一條很可愛的 追求格格 口沒遮難 無尼拉姦 又說想做一個好人 所以其實我們作為一個紀錄圖 我們本身不是一個好人 但是我們想做好的行為 其實是會經歷一個 被人覺得很假的過程 那我是不是這樣說完之後 是不是叫這樣就不要做了 要做個表裡合一的人 那你自己內心一個壞人 就不要做好事 我不是這樣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是真的追求一個改變的過程 你就接受這個是一個過程 所以當你是一個好人 你想做好事的時候 而身邊的人又覺得你好假 堅持硬著頭皮 繼續去做你的好事 慢慢追求你做的在行為上面越來越好 並且帶動你的心思 帶動你的意念也是越來越好 帶動你的品格也是越來越好 你覺得你會預料到這個過程 是可能會被人懶嘲熱諷 你是可能會被人嘴苗苗 但是你要知道 這是一個過程 但是也不要因為 是啦 我做好事 你們誤會我 我預料到 那我繼續做 就算了 那盤屁吧 不是這樣的意思 我剛才都說的是 你要繼續在行為上面 越來越好得來 你也要反思你自己內在的性格 你的心思 你的品性 是不是也都隨著這個行為 也都越來越好 這樣是要不斷雙方 兩者之間要不斷去檢討 要不斷去進步 不斷去學習 另外就是 其實很老實講 也都要反思 就是我們在地上面 就是天 我們追求 越來越像我們的信仰 越來越像我們的主耶穌 但是地上我們都要跟人生活 究竟我們的行為 我們的言行舉止 有沒有令到身邊的人反感呢 或者我們有沒有做了一些行為 好像叫做幫了人 好像叫做做走人 但是會令到人覺得不舒服 令到人反感呢 就是你用上帝的愛去浸死那個人 雖然那個人是沐浴在上帝的愛之中 但是被你浸死了 這句都算是精進 越想越 所以所用不就這麼受情緒的影響 所以我就覺得這麼矛盾 所以如果一個人這麼矛盾的時候 又怎麼會覺得你不假呢 是不是 所以就 希望今天少少的 我自己個人的信仰 反思和分享 可以大家多一點的交流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的 記得幫我讚好留言分享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好了 待會還有讀經的時間 希望大家會留下一起讀經 好了 拜拜 歡迎大家回來讀經的時間 分享多一點 如果你真的有紀錄圖的話 真的要檢視一下自己的生命 檢視一下自己的言行舉止 有沒有被人感覺到 你是一個爺L 因為一個爺L 如果真的L太多 L到某個程度 真的會被人感覺到一份 莫名其妙的恐怖 如果你都感受到身邊的人 對你有這種感覺的話 你真的要小心一點 好 說回正題 我們一起讀經 今天我們讀的經文是 《馬太福音》 五章十三次二十節 找到的朋友 我們一起讀 預備起 你們是世上的鹽 鹽的失了味 怎能叫他在咸呢 以後沒用 不過雕在外面 被人淺踏了 你們是世上的光 成造在山上 是不能隱藏的 人點燈 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燈台上 就照亮一家得人 你們的光 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 我來不是要廢掉 乃是要成全 我實在告訴你們 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 律法的一點一惑也不能廢墟 都要成全 所以 無論何人廢掉者界命中最少的一挑 又教訓人這樣做 他在天國要稱為最少的 但無論何人遵行者界命 又教訓人遵行 他在天國要稱為大的 我告訴你們 你們的義 若不勝於民事和法利賽人的義 斷不能進天國 好了今天整個節目都到這裡了 記得幫我讚好留言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好了拜拜